好 紧接着我们带您看到这个话题呢 持续在发酵 中国日前是以EM出了禁药为理由 禁止台湾的石斑鱼输入 那包括您看到进入最新这一幕 总统参文他来到了这石斑鱼主要的产地 高雄的永安 要关心一下呢目前的产销状况 他在致死的时候就提及到了 中国从世家到凤梨到石斑鱼 多次呢采取这突击性的贸易禁止措施 在打压台湾 他说政府会跟大家站在一起 来到永安安心渔场 了解石斑鱼的产销状况 琳琅满目的石斑鱼产品 让总统蔡英文大开眼界 这个就是输肥 就是回去呢都不用再调味了 就直接加热就可以 连石斑鱼都可以输肥 消费者在家只要加热 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石斑鱼 渔场还当场表演石斑喂食秀 16号才网传确诊的总统蔡英文 隔天公开现身替台湾石斑背书 对于中国多次以验出禁药为由 禁止台湾农鱼产品进口 蔡英文除了公开谴责 也表示政府会跟农鱼民 站在一起渡过难关 我们有看到有这种突袭性的 而且不合比例的 贸易禁止的这些措施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确实政府会跟大家一起 那每一次困难的时刻 我们都会一起来渡过 随行的渔业署代署长 也公布最新的检验结果 证实台湾石斑鱼安全无鱼 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原本完成居家照顾后 上午要陪总统蔡英文 访试石斑鱼产业 但是因为早上自主快塞 仍然是阳性决定取消 大陆突袭禁止台湾石斑鱼进口 如今渔业署检验出炉 这11个养殖场全都合格 相惜传回产地 养殖户痛批 大陆的做法太超过 渔业署也强调 会尽快将全安调查结果 寻两岸动植物检疫平台 提供给中国 也呼吁中国一同等标准 提供科学证据 理清真相 记者陈立国 林安平 高雄屏东 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门 桑 江飞 水 瓴 回 绳 可 重